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罗子涵 罗子涵从小就乖巧懂事 不仅帮着父母众姑打下手 学习成绩也还不错 高中毕业后 竟然考到了杭州的大学读书 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 张燕还在村子里大摆宴席 亲朋好友都来祝贺 夸罗子涵今后一定前途无量 罗子涵在杭州上大学 就和他的大学同学小麦恋爱了 小麦是杭州本土人 家里是开服装厂的 经济条件非常不错 罗子涵大学毕业后 就留在了杭州工作 后来也顺理成章 成了小麦家的上门女婿 进入岳父母的服装厂 做管理工作 按理说 儿子的事业和婚姻都如此顺利 根本不用张燕和丈夫操心 他们夫妻俩应该高兴地合不拢嘴才对 但是 偏偏张燕和丈夫就是开心不起来 因为不仅是他们的亲戚朋友 就是连村子里的左邻右舍 都在背后窃窃私语 他们都说 张燕这儿子虽然读书厉害 却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 父母辛辛苦苦培养了他 到头来却是给岳父母加生的 这样长期离父母远天远地的 张燕夫妻俩养了个寂寞呀 还不如别人家不会读书的儿子 虽然钱挣得不多 至少还能时常守在父母跟前尽小 这些话听得多了 张燕就有些闷闷不乐的 特别是在儿媳妇生下孩子时 亲家父母居然让她的亲孙子 跟着儿媳妇一个性 这让张燕更是心里不满 前两年的春节 罗子涵和她媳妇带着孙子 回老家拜年 大家便纷纷调侃孩子 小罗子涵 惨了 你把自己的祖宗都丢了 虽然这只是玩笑话 但是张燕和丈夫当时就变了脸色 在背地里没有少责备自己的儿子 说他在岳父母家里太窝囊了 居然连孙子的姓氏都没有保住 儿子却说 爸 妈 你们太保守了 孩子上杭州的户口 跟着妈妈姓更方便一点 反正不管姓什么 他都依然是你们的孙子啊 张燕训斥儿子道 你年轻不懂事 听听别人是怎么招呼你儿子的 下一次儿媳妇再生孩子 你一定要让孙子跟你姓罗才行 在几年年初 张燕的儿媳妇 真的又为他们罗家生下了一个孙子 张燕太开心了 和丈夫商量着要亲自去杭州看看孙子 但他马上想到 这一次可不能再让孙子 跟着儿媳妇一个姓氏 一定要跟着孩子父亲姓罗才行 张燕决定要多带些人手去 一是为自己这一家族壮壮升威 再则 他也让要自己的穷亲戚们 见识一下 杭州那是怎样的大城市 自己儿子是帮岳父母管理公司 是真正的老板呢 于是 张燕就给儿子先打了电话 告诉他说 他准备和他的父亲 还有他的舅舅 舅妈 以及他的姑姑 姑妈 还有儿子的大姨 堂姐等七个亲戚 一起去杭州旅游 顺便去看看他们的孙子 儿子在电话里答应着 说 妈 你们准备好了 就告诉我一声 我到时候一定会抽空 带你们到处去玩的 张燕听到儿子同意了 当即去邀约了自己的一大帮亲戚 他们听说可以去杭州西湖游玩 都高兴得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儿子在网上帮父母和亲戚朋友 买了高铁票 一个人要四百多 罗子涵拿到大家的身份证号码后 花了差不多四千块钱 才给每个人都买上了车票 张燕说 我还以为难得出去一次 儿子会让我们坐飞机去旅游呢 丈夫白了他一眼 说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 儿子可能会买飞机票 但现在我们九个人一起出发 买高铁票都已经很不错了 张燕答道 儿子为他丈母娘家挣了那么多钱 他家里财大气粗的 哪里会在乎这一点 他们一行人提着行李包 浩浩荡荡地去了车站 张燕的亲戚们 还都带了老家的一些土特产 例如香肠 腊肉 还有家里杀好的土鸡 野味等等 张燕笑道 我们这是去杭州旅游 干嘛还带这些东西去呀 多不方便 他大姑姐就说 去子涵丈母娘家里 我们总不能打着空手吧 别人是富豪人家 给钱我们拿不出手 就带点家里的土特产去 也有个面子 他们一路说着笑着 不知不觉间 已经到了杭州站 罗子涵也亲自开着车 来接他们一行人 因为他的车坐不了那么多人 罗子涵还叫了一个朋友 开车来帮着载人 车子开进了一家大饭店 罗子涵早已经定了席位 为父母和亲戚们洗尘 罗子涵的岳父岳母 直到亲家和众亲戚来杭州旅游 也都来到饭店和亲家见面 大家坐到一张大圆桌上 客客气气地边吃边聊 张燕见亲家母和亲家公 都穿着很朴素 一身的家常衣服 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穿金带玉 披着貂皮大衣 还没有他们这一行 从乡下来的人穿的正式 心里颇觉得有些奇怪 也许亲家父母是特意装扮 这么随和 想和他们拉近关系吧 张燕这样想着 心里就释然了 也就不再拘束 脸上堆起得体的笑容 她对亲家父母说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的这些亲戚 都是子涵最亲的长辈 他们都是看着子涵长大的 这次儿媳妇又为我们罗家生下乖孙 大家都想来看看孩子 亲家母笑道 当然好 当然好 我女儿还在家里坐月子 大家吃过饭 便可以去家里看孩子的 张燕顺势说 我们子涵家里的各位长辈 都非常关心她这个刚出生的孩子 大家为孩子取了几个好听的名字 有罗宇航 罗嘉文 罗玉蒙 亲家觉得哪个名字好 就在其中选一个 作为孩子的学名 这都是亲戚们的一方好意 你们觉得呢 张燕带着一大帮亲戚朋友来 这分明就是为了孙子的姓名 来找亲家谈判的呀 亲家父母倒也是见过世面 识大体的人 他们看到张燕此行的目的 为了拉好关系 便也顺了她的意思 亲家公笑道 给孩子取名 这都是孩子父母做主 既然大家此番都这么有心意 便让子涵他们小两口 从中选一个好名字吧 也省得我们再去伤脑 给孩子取名了 张燕想不到人多是重 办事情这么顺利 顿时心情大好 乐呵呵地给儿子递了一个眼色 他大声说 子涵 你可听清楚了 你岳父都说 这些名字好听 你自己再斟酌一下 从中选一个吧 罗子涵连声答应着 大伙开开心心地吃过饭 亲家父母称 场子有事 让子涵陪着他们去城里的景点游玩 他们就告辞走了 这下 大家更是无拘无束起来 吃过饭 子涵去收银台结了账 便带着他们去了自己家里看宝宝 张燕也趁机和儿子 儿媳敲定 给他刚出世的孙子取名为罗文宇 他一直念叨着这个名字 把亲戚们都逗乐了 随后 子涵和朋友便开着车 带他们去了西湖逛游 一路上 到处都是景点 到处都是卖吃的 卖完的 卖旅游纪念品的 张燕的这些亲戚们 平时几乎没有出来旅游过 这一次好不容易走了这么远 看到那么多的稀奇玩意儿 真的是什么都想买 什么都攥在手里 不肯放下 罗子涵一向都是乖巧 大方的性格 加上亲戚们从小都疼他 所以一看到舅妈戴着个玉手镯 半天舍不得取下来 他便大方地妇了账 只把舅妈高兴地笑眯了眼睛 姑妈和大堂姐在丝绸店里 更是迈不动脚步 他们早听说杭州盛产丝绸 有哪个女性不爱这精美的刺绣工艺 这华丽泛光的紧缎衣衫呢 所以大家都各自选购了一身漂亮的丝绸长裙 再配上华丽的丝巾 连张燕都感觉自己变成了真正的杭州贵妇人 罗子涵笑笑 心想母亲和亲戚们都难得消费一次 他便都一一为大家买了单 很快就逛到了天黑 罗子涵又带着众人去饭店吃了饭 然后为他们安排住宿 他父亲说 在你们家里挤一挤不就行了 在外面住宾馆多贵啊 张燕直骂丈夫老土 说出来旅游还怕价钱贵 那你还不如在家里睡觉 一分钱不花 大家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肯定要住酒店 这才是真正的旅游啊 罗子涵为大家订了五个房间 才将所有人都安顿好 张燕悄悄问了房间的价格 每个房间居然要六百八十元一晚上 张燕有些心疼 这一晚上住宿都要花掉好几千 也实在太贵了吧 但他又一想 儿子有他岳父母家的厂子做后盾 也算是公司的老板了 他们这旅游的消费 还不都是公价消费一般 羊毛最终还不是出在亲家的身上吗 这样想着他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应该享受了 有啥好心疼的呢 他将儿子都送给亲家了 多用点他们家的钱 这也是出了一口闷气吧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张燕和众亲戚都玩得非常尽兴 杭州城走得差不多了 他们又坐高铁去了上海看东方明珠塔 黄浦江边拍照 在上海住了两天后 罗子涵还带着他们去了世界小商品城 一屋 逛得大家迈不动脚步了 又开车去了东阳恒殿 看明清宫 圆明圆 这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走下来 大家各个玩得脸上放光 但张燕却注意到 儿子的脸色却越来越严肃 叹气声也越来越沉重了 他问儿子 你板着脸干嘛呢 让亲戚们看到了多不好 还认为你不欢迎大家来杭州玩呢 罗子涵低声说 妈 你们买得太多了吧 才一个星期 你们一个个买的东西都提不回家了 我的口袋却马上就要淡空凉绝了呀 张燕这才知道 一路上大家的门票 车费 住宿费 和使劲的买买买 已经花掉儿子五万块钱的存款了 这花费的确有些多了 不过张燕还是安慰儿子说 这次你表现得很好 大家都玩得开心 买得欢心 回去后肯定都会说你的好话 夸你在岳父母家里有地位 能掌握经济大权 爸妈以后也备有面子 罗子涵听母亲这样说 也只能勉为其难地点头笑笑 也幸好 明天这些亲戚都要回老家去了 他已经给大家订好了返程的车票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晚上 亲家母亲自在饭店订了一桌席 为张燕一行人践行 在饭桌上 大家高谈阔论 纷纷说着这几天的见闻 还有他们买的各种纪念品 张燕的大姑姐和侄女 更是将他们买的玉手镯和宝石戒指都戴在了手上 还笑着向子涵的岳父母夸赞 说侄子孝顺 送他们礼物好大方 不愧是富贵人家的女婿 有魄力 亲家母微微变了脸色 转身问罗子涵说 你这次花了不少钱吧 罗子涵低下了头 轻声说 有五万块钱 亲家母的脸色更不好看了 他说 今年经济行情不好 厂里单子少 现在连工人工资都快发不下去了 你还这般没有计划的用钱 能把厂子经营好吗 真让人头疼 亲家母说着 就气恼地站起身来 摇摇头 居然直接离席而去 张燕看到桌上的气氛一下就变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 罗子涵更是哭丧着脸 但他也只能跟大家解释说 大家不要见怪 我岳母家里虽然有厂 但只是小厂子 他们平时做生意都是精打细算的 并不像大家以为的富豪人家 这两年生意都不太好做 望大家理解 张燕的丈夫也忍不住瞪了妻子一眼 说 都是你 没事找事 害得儿子在岳父母面前不讨好了 张燕哼哼 有什么大不了 大家出来旅游 就是要吃好 玩好啊 谁知道做生意的人这么不好说话 我看就是抠门 他说着就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张银行卡来 递给儿子说 这卡里有六万块钱 你拿去给亲家报账 咱农村人虽然挣的是苦力钱 但好歹我们能挣钱 也敢消费 至少不会给别人脸色看 第二天 张燕和重亲戚就坐上了返程的高铁 他一路还是和大家说说笑笑 虽然大家这一路的旅游开销 最终都由他来买单 让他有些心疼了 但他又一想 也没有白花这个钱呀 至少他家的二孙子 这回跟着他儿子姓罗 这就是大大的收获呀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弟有个女朋友谈了两年了 他想明年结婚 跟我商量着小年夜去女方家提亲 姐 不管他家提什么条件 你都别拒绝呀 我弟弟给我打育防针 求着我说道 琪琪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他从小过得特别艰难 也是跟我谈恋爱以后 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 我想让他风风光光地嫁给我 让他爸妈后悔这么多年 没对琪琪好 多大点事 犯得着每天给我端茶 送水的献殷勤吗 我接过他亲手炖的燕窝 白了他一眼 嘱咐他 虽然我觉得林琪琪这姑娘 有点眼皮浅 但是他出身就那样 也没办法 以后慢慢交救事了 等你们结婚后 你可要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 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外面拈花惹草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这第一次见林琪琪的时候 是琴雨带她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她穿着一条小白裙 打扮得清纯干净 站在琴雨身边还挺紧张 姐 我不知道你们家这么有钱 林琪琪特别不好意思拿出她的礼物 脸红透了 这个您别嫌弃 她送了我一个红绳手链 上面有一个金苹果 一千来块的东西 看得出是她最大的能力了 琴雨后来还特别得意地跟我说 姐 琪琪可好了 她知道你生日 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 特意给你挑的礼物 她平时啊 连一条三十块钱的手链都舍不得待 哎 其实我心里不是很满意林琪琪 不过琴雨喜欢也就算了 毕竟是她们两个过日子 什么豪门联姻 门当户对 我们也不讲究 只要将来林琪琪上进 给她一个事业 帮她度度金 也不是什么事 至于会不会有人嘲笑我们 呵 只要有我琴北兴当家做主一天 就没人敢说一句话风凉话 我比琴雨大六岁 琴雨出生没多久 我妈就生病去世了 我爸更是因为我妈去世消沉了好久 我们姐弟两个相依为命长大 感情很好 只是这臭小子 跟我早逝的妈一个性格 傻白甜 还好她懂事听话 不然就她从小到大被骗前无数次的傻样 够我做她八百遍的 我让王叔准备好去林琪琪家提亲的东西 都要准备出发了 琴雨忽然一脸为难地说道 姐 琪琪说不让咱们去她家提亲了 她爸非要来咱们家相看 已经下飞机了 我挑眉 直觉有些不对劲 还是耐着性子说 也可以 让她爸见见咱们家的人 知道我们都是随和的人家 不会亏待齐齐 王叔 你亲自去接一下林家人 不要怠慢人家 这打乱了我的计划 我还是有条不紊地吩咐着家里的厨子 保姆 让他们准备招待客人 半个小时后 我跟琴雨站在喷泉花园 看到下车的客人 一阵无语 难怪王叔说一辆车坐不下 这足足来了十个人 除了林琪琪的爸妈 还有她两个弟弟 什么叔叔 姑姑 舅妈的 琴雨 姐 林琪琪一见我们 就委屈地哭出来 她低着头说道 我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 他们非要来 我不让他们来 他们就打我 我看她这样子 皱了皱眉 按捺住脾气 上前迎接林琪琪爸爸 这就是林叔叔吧 我是琴雨的姐姐 我叫秦北兴 我对她客气地笑道 一路舟车劳顿 先去休息吧 谁知道林琪琪他爸 眉头一皱 鼻孔朝天地说道 你爸呢 怎么让一个丫头骗子 出来接待亲家 这在我们村里 可是犯了忌讳的 让你爸出来跟我说话 家里有老爷们 怎么能让一个丫头 出来主事呢 不像话 我听到林琪琪他爸的话 再好的涵养都维持不住了 从我22岁开始接手秦家产业 至今六年 秦家资产翻了一番 从没有人在我面前这么说过话 我大莫道 琪琪没有跟你说过 秦家是我当家做主吗 我父亲在瑞士疗养 一时半会回不来 如果林叔叔觉得 跟我谈他们的婚事犯了忌讳 那就请回吧 王叔 送客 我冷笑着 转身就走 哎哟哟 他大姑子 琪琪他爹不会说话 你别放在心上 林琪琪他妈连忙走过来 挽住我的胳膊 堆着一脸笑容地说道 他大姑子 琪琪在家的时候 把你千夸万夸 我这见了面呢 才知道这世上有仙女一样的人物 快快快 大家把给亲家带的东西拿进去 林琪琪他妈又扭头张罗着 没等我发话 他们一堆亲戚提着一大堆东西就进去了 姐 琪瑜咬了咬牙 把我拉到一边说道 你就当为了我 忍一忍 我狠狠掐了他一把 瞪了他一眼 这才深呼吸一下往回走 臭小子 要不是看你实在喜欢林琪琪 我刚刚就让保镖把他们赶出去了 姐 小雨 都是我的错 林琪琪红着眼睛说道 从小到大 我爸就这么霸道 觉得我是个丫头骗子 一直骂我没用 要不是我幸运 找了小雨这么好的男朋友 他们才不会正眼看我 乖乖 别哭了 秦宇立马搂着林琪琪 心疼地说道 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招待你们家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 琪琪你啊 将来要过最好的日子 让你爸妈 都后悔去 我一看林琪琪哭哭啼啼的样子 就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之前为什么说 这姑娘小家子气 就是太能哭了 遇上事情 不是第一时间想解决办法 就是哭着说 他们都看不起我 针对我 明明我的业务能力也不错 凭什么不让我升职 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待了两年 年前秦宇说 林琪琪在公司被针对了 拜托我把他安排到集团下的公司 我派人一打听 林琪琪做事挑三拣四 居然还对甲方 人家没把他当场开除 全是看在秦宇的面子上 算了算了 以后再好好教教他 磨砺磨砺性格吧 只要人品好 性格软点 磨砺点 也不是大事 我调整心态进了门 一进大厅 我差点晕过去 林琪琪她爸盘着腿 坐在沙发上抽汗烟 她七大姑八大姨的 把我家当成了公园一样 到处溜达 她大姑 你们这房子 一年要还不少房贷吧 林琪琪她舅舅 摆出一副 见多识广的表情 自豪地说道 我儿子也在城里 有一套大房子 全款买的 她舅妈立刻跟了一句 我们琪琪可不能陪着 小琪一起还房贷啊 我跟你讲 结婚前这房贷 必须还清的 小琪年纪小 你这当姐姐的得帮她还款呀 你家的保姆怎么回事啊 林琪琪她弟弟 朝着我家阿姨大吼大叫道 说你呢 让你端一锅燕窝 没听见呀 我姐可是说了 你们天天在家吃那些人参 燕窝 鱼翅的 怎么我们这座亲家的来了 只给我们一些瓜果梨桃的吃 另外一个什么叔叔 撇着嘴说道 草莓还给一些烂草莓 看着白惨惨的 是打了药吧 林琪琪崩溃的大哭道 你们到底想干嘛 林琪琪她爸 蹭得一下子站起来 一个耳光打在林琪琪脸上 骂道 还没嫁人呢 胳膊肘就往外拐 死妮子 老子养你二十多年 白养了 别打琪琪 秦宇冲过去 护助林琪琪 林琪琪她爸一巴掌 打到秦宇脸上 当场把她脸打红了 我看着这一幕冷笑道 王叔 让保镖来把他们轰出去 林琪琪扑通一下 在我面前跪下 她抹着泪说道 姐 我带他们走 你别动气 他们再不好 也是我爸妈 琪琪 你别这样 秦宇把她拉起来 两个人抱在一起哭 我太阳学腾得直秃秃 我参加过多少上亿元的投资项目 跟琪家那些老油条 勾心斗角多少次 愣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鸡飞狗跳 乱糟糟的 像什么话 林琪琪她妈这个时候站出来了 叹了口气说道 她大姑子 我家的情况 也的确是难 琪琪有两个弟弟 都没工作 还等着娶媳妇 我们养了琪琪 这么有出息的闺女 就等着她这个金凤凰 飞出山窝窝 今天千里迢迢地来你家相看 我们也是诚心诚意地来谈谈的 这话我听出来了 这是要提条件了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谈婚论嫁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了 只要林琪琪家说得不过分 我都能答应 毕竟林琪琪远嫁到我们家 也需要给她一些安全感 您继续说 我在沙发上坐下 看着他们这一家人还能出什么幺蛾子 林琪琪她爸爸这个一家之主发话了 斩钉截铁地说道 钱的事情先不说 先给琪琪两个弟弟安排工作吧 听说你们是做生意的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我看你们住的这么大房子 也浪费 琪琪跟小琪结婚 我们劳两口也来住 不提前 先安排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 试探我们家的容忍度 还是观望一下我们家的条件 再谈后续 琪宇跟琪琪的婚房 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结婚后不住这儿 我掐着虎口 对上琪宇哀求的眼神 不断地暗示自己 忍一忍 为了这个臭小子 再忍一忍 林琪琪她妈一下子就急了 立马问啥 搁着这么大的花园别墅不住 干啥还另买房子 琪宇赶紧说道 林阿姨 这房子是我姐的 她从小住惯了 我跟琪琪搬出去 也挺好的 你姐的 林琪琪她爸皱着眉头说道 你姐不是订婚了吗 这个年纪了 还不结婚 就够伤风败俗了 咋的 以后嫁了人 还要住娘家 这可不行啊 要坏了风水的 再说了 我活这么大岁数 还没听说过 谁家闺女 还跟自家弟弟抢房子 她大姑子 不是我说你 我们农村可不兴这个规矩 嫁出去的女人 泼出去的水 咋还能天天赖在娘家呢 她妈越说越急 我听琪琪说 你三年前就订婚了呀 这么长时间了 南方还不娶你 是不是你有啥问题呀 不能生 我听到这里 已经彻底面无表情了 秦宇也忍不住了 吼道 阿姨 你怎么说话呢 我姐好好的 就是事业忙 才不急着结婚的 小雨 林琪琪难以置信地说道 你怎么能跟我妈妈 这么讲话呢 好了好了 都别吵吵了 林琪琪那个有头有脸的舅舅说话了 问我 说来说去 她大姑子 你是不是觉得 给琪琪俩弟弟安排工作 你们亏得慌 以后都是一家人 她两个弟弟出息了 难道你们秦家人 脸上没光吗 林琪琪她妈妈 更是撇嘴说道 她大姑子 你订婚的时候 都给你未婚夫提了啥条件啊 让我们也听听 林琪琪的亲戚们 齐刷刷地看着我 我没说话 是一王叔给我泡一杯咖啡 秦宇挠了挠头 无奈地说道 我姐夫就是跟我姐一起投了一个联名公司 其他也没什么 什么 给你姐开了公司 林琪琪她妈扯着嗓子 急痴白脸的 好像自己亏了一家公司一样 你们随随便便就开公司 可连一份正经工作都不想给我们介绍 也太看不起我们了吧 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林琪琪的亲戚们 七嘴八舌的 气得快要晕过去了一样 秦宇 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瞒着我 林琪琪咬着嘴唇 伤心欲绝地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 我就是图你们家的条件呢 这别的事情还没谈呢 解决工作的事情 你姐都推三组四的 如果你们家是这样的态度 那我们还是别在一起了 琪琪 我没有 再说 我姐什么时候推三组四了 秦宇急道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我安排你两个弟弟 去我家随便一家子公司工作 多大点事 不用我姐点头了 我看着林琪琪捂着脸哭的样子 看着她父母志在必得的态度 看着她亲戚们满脸算计的样子 呵 我要是再看不出林琪琪联合她家人 给我演了一场红白脸的大戏 那我秦北兴的脑干 就是被人偷了 我低头给沈承熙发消息 你赢了 来救场 要是按照我的手段 就是把林家人赶走 彻底回绝这桩婚事 可我看秦宇那个样子 真要是态度这么强硬 只怕会伤了她的心 沈承熙以前总觉得 我保护秦宇太过了 我不以为意 现在想来 不让她经历一点事情 她是不会长大的 很快 沈承熙回消息了 亲亲老婆发令 小的遵命 我看她发了个 非吻的表情包 哭笑不得 这要是让其他人知道 骄横跋扈 生人物尽的沈家小少爷 在我面前是这个混样子 只怕传出去都没信 沈承熙第一次见林琪琪的时候 就跟我打个赌 沈承熙自信地说道 老婆 要不要打个赌 就赌林琪琪 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我挑眉看她 赌就赌 说不定你沈小少爷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林家人的态度 实在是太差 以至于秦宇 都觉得对不住我 姐 琪琪跟她家人不一样的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了 我很了解她 她心地特别善良 是一心一意想嫁给我 跟我过日子的 秦宇一边说 一边偷描我 扯着我的胳膊说道 你别因为她家里人说的那些话 讨厌琪琪 我淡淡地说道 谈婚论嫁 既然有谈论两个字 就不是那么简单能成的事 林琪琪她爸这么多要求 我也不可能一口下硬承下来 真的养他们一家子 这样吧 让他们先住下来 慢慢聊 也算给足他们林家人面子了 秦宇欢呼一声 抱了我一下 立马就去安置林家人 林家人一听 要让他们住下来 一个个态度更嚣张了 还以为我拿他们没办法 吃晚饭的时候 还没等我入席 林琪琪她爸 就坐在了主位上 林家所有男人 都在主桌上吃饭 女人们又另起了一张小桌子 别说我 就连秦宇看到这一幕 就惊呆了 可林琪琪的妈妈 甚深跟舅妈 都习以为常 不想跟他们男人一桌 又是抽烟 又是喝酒的 麻烦 林琪琪她妈招呼我 她大姑子 还愣着干嘛 快来吃啊 林琪琪一脸为难地 跟秦宇说 小雨 让咱姐委屈一下吧 我爸是一家之主 这个时候 要是违逆她 咱俩的婚事 更没法谈了 林琪琪她爸抽着烟 斜眼看我 哼了一声 今天就得给你 立立规矩 我们林家男人 一口唾沫一个钉 不像你们秦家 要一个快外嫁的女人做主 给我立规矩 我再忍下去 真成乌龟王八蛋了 我冷笑着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在秦家的地盘上 轮得到你 给我立规矩 这顿饭 你想吃就吃 不想吃 就带着你们全家老小 立马给我滚蛋 林琪琪她爸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仿佛以为自己听错了 摔了筷子问我 你说啥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一字一句 清清楚楚地说道 滚 这么简单的话 都听不懂 还没老掉牙 先痴呆了 小琴 你姐咋这么说话呢 林琪琪她妈 更是气得颤抖 你还想不想娶琪琪了 林琪琪她舅舅 更是愤怒地说道 要我说不听话的女人 就得打 打两顿就好了 她弟更是添油加醋地说道 这个年纪了 还赖在家里不嫁人 明摆着是想跟我姐 我姐夫争财产呢 她这么看不起我们 不就是怕我姐嫁进来 她没地位了吗 哟 我来得挺巧啊 家里这么热闹 沈承熙懒洋洋的声音传进来 她走到我身边 拦住我的肩膀 对林琪琪笑道 有一阵没见了 琪琪越发漂亮了呀 沈承熙不动声色地 捏了一下我的掌心 又走过去热情地说道 这是林叔叔吧 看您就气欲不凡的 等一下 一定跟您喝两杯 王叔 让人把门外那一车礼物拿进来 沈承熙把手里的包递给林琪琪 琪琪 逛街的时候 看见了 觉得挺配你 顺手买的 林琪琪提着那个爱马仕 脸红透了 沈承熙一转身 让王叔把那些茅台酒 中华烟放在桌上 招呼林琪琪家人 都做呀 这么大好的日子 不喝几杯可不行 林琪琪她把脸色缓和了一下 说道 你是小沈吧 琪琪提过 还是男人做事周到 北兴就是个直性子 沈承熙拿出马沙拉蒂的车钥匙 往桌上一扔 对林琪琪弟弟大方帝说道 弟弟都有驾照吧 开我的车出去兜兜风 闷在家里怪无聊的 他二弟眼疾手快 一把抢过车钥匙 沈承熙见状 又摸出一把车钥匙 正好还有一辆宾利在外面停着 三弟也去吧 我看着他左右逢圆 把林家人哄得飘到天上去了 头疼地按了按太阳穴 琪宇把我拉到一旁 感动地说道 姐 难为姐夫了 我真想撬开他的脑壳 看看里面装得是不是全是水 他没看见林琪琪挨着沈承熙 恨不得直接贴上去了 沈承熙要是决心去哄一个人 就是铁树都能对他开话 他从小就是上天的宠 不论谁见了他 都恨不得把所有最好的东西 堆到他面前 沈家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少爷 当年要不是他哄得沈家老太太开心 现在沈家掌权人的位置 哪里轮得到他爸跟他哥 沈承熙说了 爸 想要钱要全 很简单 把你外面那些莺莺燕燕 全给我断了 要是让我知道你在背着我妈 拈花惹草 让他难受 我先弄死你那些心头好 再让你尝尝 一无所有的滋味 他先冷冰冰地威胁完他老爸 又转头可怜兮兮地 跟兮兮地跟他哥说 哥 还是你来做沈家继承人吧 我得留着时间陪我的小星星 他每天都那么忙 我要是再忙起来 他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男朋友了 他哥嫌他没出息 他嘚瑟地说道 哼 反正有小星星养我 我这辈子抱紧他就够了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 我实在嫌他傻 想起沈承熙那些傻事 我又忍不住笑 他陪林家人喝到半夜三更 一进门就忍不住冲到了浴室 等他洗干净裹着浴袍走过来 扑到我怀里 使劲亲我 头发也不知道吹干 我拿了毛巾 一边帮他擦头发 一边问他 这就是你想的招 牺牲色相 勾搭林琪琪 然后让林琪琪跟秦宇分手 这招未免太狠 我真怕秦宇以后受了情伤 干脆进庙里当和尚了 你就只心疼秦宇 沈承熙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 吃醋地哼哼 我摸了摸他有些凉的手 顺手扯过毯子裹住他 哄了他一句 我心疼他 但是我爱你 沈承熙抬头 眼里有水光 不行 没那个心情 我一看他的小表情 就知道他想干嘛 沈承熙目露凶光 赶紧收拾完他们 让他们再不敢来沾边 他摸出手机 打开一个软件 里面传出林琪琪她爸的声音 要我说 跟秦家这门婚事算了 秦宇是个不会来事的 不当家做主 他那个姐姐就是个角式精 我就没听过 谁家是女人说话的 我今天看这个小沈呢 做事是真周到 不如这样 我做主 琪琪 你跟小琴分了 我看小沈 对你有几分意思 将来你嫁给小沈 好日子不愁啊 林琪琪声音略微羞涩 我以前见沈承熙 就觉得她对我有意思 只是那个时候 我一心想跟秦宇在一起 没搭理她 哎呦 我的好闺女 就你这个小模样 可在以前 皇帝都嫁得 林琪琪她妈连忙说道 反正小沈跟秦北星 这个老姑婆 也没结婚呢 你俩男未婚女未嫁 又是郎才女貌的 多般配 要我看 这样 你找个机会 跟小沈生你煮成熟饭 最好怀个孩子 就这么定了 是秦家做事难看 别怪咱们林家不仁义 林琪琪她爸心满意足地说道 琪琪 你呀 一定要记住 娘家才是你的依靠 就算嫁了男人 你爹妈 你弟弟 才是向着你的 老婆 沈承熙惊恐地抱着我 你要保护我呀 他们图我的人 还要图我的钱 我的钱跟人 可都是老婆的 行了行了 别演了 我头疼地靠在沙发上 秦宇要是听到了 不知道多伤心 她是真喜欢林琪琪 沈承熙帮我揉着太阳穴 探到老婆 自从秦宇小时候被绑架 你跟叔叔就对她保护得太过了 她今年都22岁了 该长大了 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每次想起妈妈临终前 抱着秦宇 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 北兴 妈妈要走了 妈妈会变成星星 在天上看着你跟弟弟的 秦宇从小就跟在我身后 整天姐姐 姐姐地喊我 我上小学的时候 她才两岁 每天闹着保姆阿姨抱着她到大门口等我 等她在长大点 不能跟我一起睡了 自己哭鼻子 我12岁 秦宇6岁那年 我们在外面遭到了绑架 绑匪找来的时候 秦宇把我关在了车里 她冲出去说 我是秦家的继承人 我跟你们走 放过我姐姐 否则我死在这里 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秦宇6岁的时候啊 明明是个怕黑 怕陌生人的小家伙 却为了保护我 勇敢地站了出去 警察把她救出来的时候 她受到了惊吓 不停在说 我要保护姐姐 我要勇敢 她因为那件事情 原本就有些腼腆的性格 变得更加内敛了 过了好多年才走出来 我有点想妈妈了 我把脸贴在沈承熙肩头 轻声说 妈妈要是还在 也许秦宇会比现在更好 你已经把她教得很好了 沈承熙抚摸着我的头发 温柔地哄着我 秦宇也很好 她赤诚又坦荡 是个相信光的人 我还没来得及感动 又听到沈承西装可怜 不像我 从小没人疼没人爱 爹是个只知道 钱跟女人的大混蛋 妈妈又是个 为爱要死要活的恋爱脑 发起风就让我去找 我爸的小三算账 哎 要不是我够幸运遇上你 我早就长歪了 她这一说起来 又没完没了 我干脆抬头堵着了她的嘴 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林琪琪的声音 承熙哥 你在吗 我房间的热水器坏了 你能帮我修修吗 沈承熙被我一脚踹了出去 五分钟后 一脸晦气地跑了回来 她钻进被窝 抱着我呜呜假哭 老婆 我不干净了 我跟她一进门 她站在热水器下面 就把睡衣浇透了 还尖叫着往我身上扑 要不是我跑得快 我就完了 闭嘴 睡觉 我懒得理她 还在想 这事怎么跟秦宇开口 林琪琪 的确不是良配 就算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 我怕将来伤心的还是秦宇 长痛不如短痛 可我没想到 还没等我把这事跟秦宇说 她就先去找林琪琪了 当时沈承熙正拉着我在小花园 轻轻握握 就听到秦宇的声音 我悄悄一看 秦宇一脸哀伤地看着林琪琪说道 琪琪 昨晚我忍着烟酒味 陪你还有你们家亲戚吃饭 可你全程都没有理会我 一直在看我姐夫 林琪琪表情有点微妙的变化 她满脸委屈地说道 秦宇 你什么意思 你姐姐那么对我爸也就算了 现在就连你都来质问我 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是那种见义思迁的女人 秦宇以前一看到林琪琪快哭的模样 就心疼得理智都没有了 她这次却没有立马把林琪琪抱过来哄着 琪琪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秦宇眼眶有点红 她认真地说道 我是真的喜欢你 想娶你 跟你过一辈子 但是你家人对我姐的态度 我接受不了 我姐她 秦宇 林琪琪哭着喊道 是不是你姐对你说什么了 你姐肯定挑拨离间了 不想让你娶我 她就是怕我嫁进来以后 抢了她在秦家的地位 还有你跟程希哥的关注 换作以前 我肯定就冲出去帮秦宇了 可这一次 我没有 我看得出 秦宇一夜没睡的疲惫样子 她肯定想了很多 有些路 她注定要自己走 她是性格纯良 但她不傻 经过昨天那些事情 她肯定多少也明白了 林琪琪的真性格 可她选择再跟林琪琪谈一次 说明还是喜欢林琪琪 想给她 也给她们的未来一个机会 琪琪 我昨晚看见你去找我姐夫了 秦宇眼里全是哀伤 林琪琪嘴硬地说道 是 我想让她帮我看看热水器 秦宇 我也不瞒着你 要是你姐夫对我没意思的话 她怎么可能去我房间 你要是肯答应我爸的条件 然后把你姐赶出去 我就不理沈承熙的献殷勤 跟你在一起 你别傻了 我知道我姐夫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秦宇眼睛更红了 我姐夫那个人 你不了解 他为了让我姐开心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们家那么对我姐 我姐夫肯定心疼坏了 趁她还没动手 让你家人快走吧 我傻 林琪琪这下子不装了 冷笑道 在你眼里 我处处不如你姐 所以沈承熙看上我了 你觉得接受不了 秦宇 你扪心自问 我跟你姐 你对谁更好 你姐住在戴花园的大豪宅 你却给我租一个 八十平方米的房子 你姐开着上千万元的豪车 你却只给我买了一辆 三十多万元的宝马 你姐夫呢 随便一出手 给你姐买六千万元的珠宝 你姐一个不开心 她送你姐一个新型岛 哄她玩 但凡你由你姐夫 三分会来事 我也不至于在这里跟你吵 那是我姐值得 秦宇终于忍不住了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姐比呢 要是没有我姐 我姐夫早就自杀了 她以前有抑郁症 是我姐一步一步 把她拉出来的 他们之间的感情 是没有人可以介入的 我就是那个例外 林琪琪摊牌了 秦宇 分手吧 等我嫁给沈承熙的时候 一定请你喝一杯喜酒 顺便谢谢你 告诉我沈承熙有抑郁症 这个有利消息 秦宇深吸一口气 问道 琪琪 你真的喜欢过我吗 林琪琪这次没哭 咬着牙说道 我喜欢你 但是我更喜欢名利 地位 秦宇 你看到我身后 那一大家子了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变成有钱人 让我爸妈 我弟弟仰视我 让我所有的亲戚 朋友知道 有我林琪琪 才有他们的好日子过 以前我跟你说 我享受被你爱的感觉 没有骗你 我感谢你 是你把我带到了沈承熙面前 我们就这样吧 她转身就走 毫不拖泥带水 我却看到林琪琪满脸时累 秦宇看着她的背影 这一次没有冲上去哄她 而我也没站出去安慰秦宇 从她决定自己去跟林琪琪 谈论未来 我就知道她长大了 沈承熙抱住我 轻轻捏了捏我的手心 沈承熙本来打算放林佳人一马 但是谁也没想到 林佳人居然那么无耻 我晚上在花园散步 林琪琪她弟弟忽然冲过来 就抱住了我 她浑身酒外 恶心地说道 秦北兴 我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 现在沈承熙要跟我姐好了 你不如嫁给我吧 我在外面 也多的是小姑娘追呢 娶你这个老姑娘 你不亏 沈承熙本来在二楼看着我 她看到这一幕 立马从阳台上翻了下来 你他妈的 想死是不是 沈承熙把对方按在地上 一拳又一拳 打得林琪琪弟弟满嘴是血 我看见沈承熙眼都红了 像是不受控制的野兽 沈承熙 我用尽浑身力气拉住她 不断地吻她的脸颊 轻声哄着她 好了 好了 我没事 乖一点 乖一点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才平静下来 事情惊动了林琪琪她妈 她妈见到以后 大哭大闹着杀人了 报警啊 快报警 不就是报了你一下吗 至于把人打成这样 你们男为婚女为嫁 早就做过了那种事 烂货一个 装什么贞结烈负 沈承熙脸上 冷得跟结了兵一样 好 那就报警 林琪琪她二弟 因为猥亵罪 被暂时拘留 她三弟开着沈承熙的 宾利酒驾被抓 至于她那些亲戚 这些日子在我家白吃白喝 怎么敢都赶不走 干脆报警 把他们全抓了 林琪琪哭着求沈承熙 承熙哥 你做这些 不都是为了得到我吗 好 我跟秦宇分手 你放过我爸妈 我弟弟 林琪琪是看了多少小说 才能说出这么脑残的话 沈承熙冷笑道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要不是为了秦宇 这个大冤种 我怎么可能听你在那叽叽歪歪 哭哭啼啼 你这两个弟弟 等着把牢底做穿吧 秦宇在一旁看着沈承熙发火 也没说话 今天林琪琪她二弟对我做了这种事情 秦宇还敢求情的话 那她就可以滚出秦家了 你们这是仗势欺人 林琪琪她爸气得脸色铁青 嚷嚷着 你们这么欺负我闺女 欺负我们老林家 我跟你们没完 林琪琪她妈拍着大腿哭着 我们琪琪呀 黄花大闺女 让你们有钱人糟蹋了 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绝不会走 半个小时以后 他们全都变了腹嘴脸 林家村的村长跟村之书 千里迢迢来这里 亲自把他们带了回去 平常态度强硬 邀五贺六的林琪琪爸 一看到那两位 瞬间就缩起了脖子 她爸可是进了派出所 都敢跟警察叫板的人 一家子奇葩亲戚 不怕法律 不怕警察 见了村领导 跟安淳一样 沈总啊 给您添麻烦了 村主任愧疚地说道 您给我们投资了那么多钱建厂 可我们村的人却给您 还有您的家人 造成这么多困扰 请您见谅 沈承熙淡淡地说 客气了 扶持乡镇企业应该的 等村长带着林家人走后 沈承熙打电话给他秘书 你往林家村传个话 建厂投资减一半 就说是林琪琪一家人的原因 等他挂完电话 他一脸力气地说道 我要林家人 半辈子都不得安生 林琪琪在一旁看着 原本还在哭闹 这个时候竟然有了一丝害怕 他主动说 秦宇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秦宇跟林琪琪彻底断了联系 后来沈承熙不知道 耍了什么小手段 我看到林琪琪把秦宇 从前送他的东西全都卖了 把那笔钱以秦宇的名义捐了 秦宇有一天收到从遥远山区的一封信 信上说 谢谢你的捐赠 孩子们这个冬天 可以有煤炭烧炉子 可以有热水喝了 那字迹捐秀有力 秦宇又写信给人家回复 忽然有一天 他跟我说 姐 我要去贵州之教 秦宇也在贵州 找到了他毕生所爱 这是后话了 人 总要独立行走 才能学会成长 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能够看清成长的迷雾 后来我偶然又见过一次林琪琪 她在做销售 喝酒很卖力 我帮她做了个单子 就当是她给秦宇上 这一刻的报酬吧 老婆 你忘了赌注吗 沈承熙后来 可怜兮兮地提醒我 我无奈地说道 好 结婚 为了秦宇 把我都输给你了 沈承熙立马说 现在就给她打钱 再帮她的学生们 修一条公路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关系的欢迎订阅 吧 我们下期再见